YO 大家 我相信这个将会是我送给大家 最棒的圣诞节礼物 YO 大家好 欢迎我的王军师 我是罗列宝 嗨 麦迪 直接点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还有VLOG 我们的IG OK 回来 今天我想要开下一个APP 这个APP其实有很多广大的网友 就叫我去测试 Testing一下 这个APP它到底实不实用 因为研究在12月12号的时候 我们就有看到这个APP LongChain 那这个APP 据我了解 如果你是一个生意人 你今天你想要做一个促销活动 你想要给人家这个discount 可是你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你的消费者们知道 你这个促销活动呢 是不是最多嘛 就是透过Facebook啊 Instagram啊 对不对 可是你也不一定会得到 你想要的群众 对不对 除非你去boost你的post啊 什么样的 你还要花钱 那这个APP 它以我看来 它就是属于一个 消费者跟生意人 他们之间的这个桥梁 它算是一个中间人这样子 OK 那我就直接进入重点了 这个APP啊 它叫CodeEco CodeEco T-O-I-K-O 那这个APP呢 它其实里面就有整合了很多类型的商家 那不管是吃的 喝的 可能甚至 连玩的 连洗车店啊 听说 就连医疗可能都会出现在里面 那实际呢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操作呢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看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 来 现在我们来看看 OK 大家 这个CodeEco的APP 你一开进去的时候 这边它就有Membership 下面你会看到Membership 它这边就可以先注册账号 那就是直接按那个Get Started 好 这边很简单 它只需要你的电话号码 你的Full Name 跟你的Email Address 就可以搞定了 因为它最主要 它这个Log In的方式 是用你的电话号码 所以电话号码 一定要用对的号码 知道吗 就是用你自己的就对了 那好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Log In 就进入到它的界面这里 好了 OK 那现在我已经开进来 这个CodeEco的APP里面 那首先 如果你是第一次开进去的话 它会先让你注册 简单的注册一下 那注册好了 就会像我这样子 同样的界面 然后它会detect到你是哪一个地方的 那我们这边呢 它这边就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上面这边就会写 Offer in Sibu 那我在15区 然后旁边这边有一个放大镜 放大镜就是让你search 可能你知道说 今天有哪一个商家 它有做这个优惠 那你可以直接从这边search 然后下面就是 它有分出来 有很多商家 有没有看到 它有filter 上面这个filter 它有分popular latest 还是 即将要expired的这个discount 然后还有for member的独立 那它的最上面呢 它是直接 以brands的方式拿来分出来 有没有看到 Yeah OK那这里呢 我们直接开这个brands 这边上面这个brands 这边不是有一个search 我们按进去 OK search 里面呢 它就偏排的非常的 清紧有条 然后呢 这边我们就有看到 它上面有all 就是重复参在一起 要不然就是食物的 饮料店 fashion and accessories 食善呢 然后还有 health and beauty OK 做美容的 medical entertainment 然后还有就是 groceries Education 哇这个有吓到我了 Education都有啊 还有online store 这个online store我就不确定是什么 然后有baking home pay 家室 哦家室还没有有 可惜了 然后汽车 哦里面汽车比较多是保养汽车的啦 或者是洗车店啊这样子 然后设计与装饰 Sport 还有宠物店 哦宠物店暂时没有啊 然后Sport 哇 Sport里面也是有一些 像gyma fitness gym这些都有啊 好棒 OK 那我们现在先随便点进去 OK这边呢 我就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 真主单也在里面 那我们就开进去 按进去了过后呢 它上面就是真主单 它的店面的一些照片 然后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诶 它直接有放出来 就是它的location在哪里 然后你可以直接打电话 或者是直接看你的menu 有什么 然后还有它的opening hour 就是营业的时间 然后下面就是重点了 就是它们的voucher 哇 哇 你看我们看这个真主单这里哦 它有六张voucher 它voucher这边有分week day of 哇好多哦 所以呢 每一个voucher它会让你知道 几时可以使用这个voucher 然后expired是几时 所以呢 如果现在假设 我们要去到真主单用它的话 应该是直接点voucher 看到我们点进去是什么样 哦 它下面直接会有T&C 然后几时expired 然后它还有跟你讲说 你在几时可以用这个voucher 它会很声明的哦 我跟你讲说这个是week day 你可以用这一张voucher 然后是几点到几点开放时间啊 这样子 然后这边 哦 Log in to redeem OK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要 Log in 一下 OK 那这边呢 我们Log in 了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coupon了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 这样子这么容易用 那我们要直接实际的到这个店家那边 去看看真的能够用吗 走 跟我去吧 Let's go 哟大家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珍珠丹这里 然后咧 这里我们就要实测一下 到底这个coupon怎么样用 那这边我们先点水先 哈啰 你好 好 这边呢 我想要点两杯这个 还有一杯这个泰泰 三杯 全部正常 对 全部是四十八五毛 哦 对了 我想问一下 这里能够用coupon对不对 可以啊 那coupon这边 OK 我现在有看到 可以用的是 这一个是 扣六块钱 只要是minimum span 三十 这个也可以用 按redeem 哦 所以就直接扣起来有没有 因为你按了过后 它就出现这一个 然后呢 它就会 successfully redeemed 然后它会有一个coupon 这个coupon你就要给店员 现在的价格是多少 34块5毛 有没有 扣了六块钱 34块5毛 哼 OK 等我 我的 我的 我的钱包 啊 OK 经过了刚才的实测了之后呢 这个扣一扣APP 其实它的使用非常的简单 给你看了这些优惠券 所谓的voucher 那你想要用哪一张 你就用那一张 然后按进去 它就会有一个coupon 然后那个coupon 你就给那个店员看一下 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整个使用对我来说呢 是蛮容易操作 而且 它就连它的register 所谓的注册 也非常的简单 所以整体 这个APP 非常的friendly 不管你是老年人啊 或者是青年人啊 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 重点是什么 我很喜欢它一个function 就是它有notification 只要它有新的voucher 在里面啊 都会跟你讲一声 所以呢 我觉得这也是 非常好的一点 而且这个APP 像我刚才之前讲过的 就是它不只是 只有吃喝 它就是吃喝玩乐都有 而且我告诉你们 这个只是 他们在一个月里面 遭受到的这些商家 以后 还会有更多更多 不同类型的商家 会在里面 只要他们有做促销活动 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我觉得 非常厉害的地方 那这里啊 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你们刚才有看到啊 大家在真主单的里面 它就有六个voucher 对不对 它里面有两个 是for non-member 就是你register了 可是你没有subscribe 这个APP OK那这里呢我就要告诉大家 这个所谓的member是什么 如果你subscribe去它的member的话 你就可以享有啊 它里面所有的voucher 我告诉你哦 它这个voucher是每个月 甚至每一个礼拜 它都会renew 就等于讲说你一个人啊 OK你一个礼拜用一次 你下一个礼拜呢 它只要renew新的voucher 你就可以在新的使用 而且如果你是member的话 六张voucher 你全部都可以用 不像我刚才 因为我刚才还没有subscribe 所以呢我只能够用两张 如果你是member的话 你就可以用六张 用完全部 OMG 那个是 哦 而且你假如是member的话 它的这一些优惠呢 会更高 它的折扣会更大 那你subscribe的话 subscribe的价钱呢 其实也相当的便宜 一年只需要39.9 就等于讲说 你一个月只需要3块3毛钱 3块3毛啊 你们有看到哦 刚才我这样子啊 没有subscribe的情况下了 我这样子就已经扣了6块钱 那如果你是subscribe的话 我刚才我有看到里面啊 偷偷告诉你 有高达25%折扣啊 所以呢在这里呢 如果你们想要这些优惠的话呢 记得下载这个扣一扣 然后呢 记得register 并且subscribe subscribe的话 你才会拥有 所有100多张的这个优惠券 我告诉你啊 你不只是在15能够用到罢了 它现在已经是古今的15都有了 那接下去呢 是全沙拉月 都可以用这个扣一扣APP 得到这个优惠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subscribe了的话 管理去到哪一个省 哪一个小镇 都可以用这个扣一扣得到优惠 等下载起来